中华职棒例行赛移师到花莲举办 昨天开始由统医师对魏拳龙进行二连战 紧接着由富邦汉将和魏拳龙在4月29号进行对战 三场皆为魏拳龙与花莲县的主场球队 县长特别在赛前请自到场开球 为比赛揭开序幕 随后也与球迷共同欣赏精彩赛事 花莲是造就棒球国手的摇篮 也是全国体育选手的家乡 县长许正伟表示 花莲县政府致力推动全民体育及各项赛事 今年云林全中运赛事 花莲县在田径以及游泳项目破大会记录 振奋人心 他肯定花莲建儿各个努力奋战 透过赛事的挑战实现自我 花莲县更成功争取到111年全中运主办权 各界将齐行协力的筹备这一场盛会 届时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同为选手来喝彩 为运动喝彩 希望了上半年为选龙 龙师大战 我想非常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花莲的球迷非常的多 花莲打棒球打垒球 周周都在我们的博物棒球场 以及我们的非常多的运动场 花莲是一个培育运动摇篮的故乡 我们这一次的全中运游泳 以及我们的田徑破了大会 以及破了全国的纪录 去年全民运 我们的华龙州 以及各项的赛事 也非常非常的优秀 另外明天的开球 我们特别邀请在此次0402 非常辛苦 深入我们热区来抢救救援的特松队 来开球 后天我们邀请破全国大会记录的选手 来开球 让大家能看到花莲的孩子 以及花莲的乡亲 为这块土地的努力 曲正位指出大型展演活动 近在花莲 7月1号到6号 国际知名舞台剧猫 也将有6场次的演出 暑假期间包括了夏恋嘉年华 红面押放暑假 及原住民族联合风年节陆续登场 期待各地好朋友 列临花莲 体验慢精品花莲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